资料上说您41岁 您到底是41岁还是多大 41岁 这是真实的 结过婚吗 结过婚 哪年结的呀 18年 三年前 对 啥时候离的婚呢 19年离婚的嘛 为啥 感情不好 婚姻这么短暂吗 谁提出 那也算是前妻提吧 也算是她吧 人家为什么提跟你离婚呢 首先第一点 我不是特别爱她 你不爱她 你干嘛跟她结婚呢 那不是父母说年龄大了 催着结婚吗 在农村这么大年龄 你没结婚人家不笑话吗 对啊 那你为什么在农村 那么大年龄没结婚呢 以前谈过对象 后来做生意 亏了很多钱 人家愿意跟你了 18年的时候 终于有人愿意嫁给你了 对 但是她也很爱钱 刚开始 她也觉得我很有钱 其实我没有什么钱 等于18年 你又骗了一个女人 跟你结婚了呗 我也没骗她 那你怎么会认为 你有钱呢 因为我是做汽车销售的嘛 这汽车销售 发很多新车 二手车销售 人家觉得我是二手车 老板和有钱 实际上我是打工的 但是你也没说呀 她没问我 我也没说啊 那就是欺骗嘛 那也不算欺骗嘛 你没有钱 故意让别人觉得你有钱 就不是叫欺骗嘛 那也不是呼应来的 那你也没有主动跟人说呀 你都要结婚了 也没有跟人坦诚啊 行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是去年5月份差不多 这个女人是你喜欢的 对我喜欢的 那你干嘛骗人家啊 我也没有骗她呀 她有很多事她没问我呀 所以不问你就不说了是吧 是啊 不问我说她干嘛 什么事都要跟她讲 不是不好吗 那你现在能讲了吗 我现在她都知道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了 首先你欠债 是 其次你也是离婚的 对 确定没孩子是吧 确定百分之一万没有 行吧 所以因为这个 你就要跟她分手呗 对都是我自己发现的 家人说漏嘴了 她家里面人才知道 我也很好奇啊 就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 总是要了解一些背景的嘛 那你怎么会不问呢 我问不出来 她当时骗我说 她单身 又撒谎 你说她没问 你一个婚我也是单身呀 她也没问我 这可以啊 你这习惯性了是吧 哎呀 真行啊 我再问问 你第一段婚姻没有孩子啊 我有 孩子跟谁啊 是前夫 为什么离婚呢 性格不合 男孩女孩 女孩 我没有跟她讲详细 因为这都是过去了 过去的 我早跟她说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她也接受我了 那你也没说有孩子呀 那你还看孩子吗 很少看 因为她出国了 在国外 哦 孩子和前夫出国了是吗 对对对 女儿多大了几年 差不多十岁了 离婚几年 我有七年了离婚 行吧 糊涂女人呢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